我看到《真BCA》出了一件事 断气了 就是保加利亚和波兰 俄罗斯是断供的 但是问题是 波兰和保加利亚有存货 波兰和保加利亚其实到现在 都不肯用劳布去买天然气 为什么他们不肯用劳布去买呢? 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再仔细分析一下 但是这个欧盟的指引 其实就是叫他们不应该用劳布去买天然气 其实劳布买天然气的工作 我们稍后会再仔细分析一下 为什么要仔细分析一下呢? 就是这件事究竟有什么用呢? 有很多人说这是神招来的 就是普京的神技 就是神财技 会救到劳布的 其实普京的神财技救劳布 就是他们限制的流出流入 这个真的是神财技 就是他们的外汇管制 真的是神财技来的 但是你说 是不是就这样用劳布来交易天然气 就可以谷起这个劳布的价钱呢? 其实就不是的 因为他们的药其实都签了 俄罗斯和他们买气的国家都签了药 就是用美元和欧罗去定价 用美元和欧罗去定价 其实就 就是 问题就在这里了 就是你在 现在是美元和欧罗定价 那你换做劳布是多一个手续的 其实就 只是多一个手续 俄罗斯的做法就是 他们的汽车公司的Gasprom 就有一间银行的 普京的做法就是要他们 你们这些要买我们的汽车的公司 就要去Gasprom Bank那里开两个户口 一个就是外汇户口 一个就是劳布户口 这个情况就是 你每一次用欧罗 打钱进去欧罗户口 或者美元户口 他就要唱钱 他就要唱去那个 盧布户口那里再给钱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想的交易银码 本身已经是 欧罗和美元定价了 所以他这个动作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其实你想想就知道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当然 欧洲现在 他们 欧盟 是很有趣的 他们有一些指引 但是那些指引是不清晰的 其实就是 现在 保加利亚和波兰 他肯定是跟着大队 因为大队就不用这个劳布给钱 是 那他就要停了他 曾毕斯那一节 他就有讲的 大家可以听回曾毕斯那一节 但是 事实上 你说保加利亚和波兰 会不会立即武器用呢 我也要说法 是不会的 会立即武器用 他只是断工 他只是停止供应 但是 波兰 他有存货的 保加利亚也有存货 他们已经说了出来 当然 波兰和保加利亚还有一招 他是可以偷气 因为那些气是会经过他的国家的 因为 送过去 你明不明白这个问题 你明不明白 其实现在这些气管 其实是在苏联时代做出来的 这些气管 很多都是 苏联时代做出来的 这些气管 就经过很多东欧国家 为什么乌克兰之前说 他可以偷俄罗斯的气 之前俄罗斯指责 乌克兰就是偷俄罗斯的气 为什么他可以偷得到 就是因为 喉管是经过他的地方 经过他的国境 波兰不是一个终点站 如果你有留意这次消息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其实他有一些图片 我现在就免得拿出来 因为那些图片 就是那些气的走向 其实全部都有版权 去德国的喉管 其实就是经过波兰 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了 你说去保加利亚 保加利亚就不同了 保加利亚就是终点站 就是去到保加利亚的喉管 据我的理解就停了 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喉管 乌克兰里面 其实有些就断了 当然是 但是到现在 其实现实就是 就算俄乌正在打仗 也有大量的天然气 就是经过乌克兰 再去其他欧洲国家 其实现实就是这样 北溪二号 停了 但是德国那边 其实还有北溪一号 北溪一号 其实还买很多气 北溪一号 他就在 塞森尼上岸 他那边就是 全德国买最多 俄罗斯天然气的地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实际情况就是 你说他们断气 其实理论上是断的 波兰还有可能 可以偷其他人的气 事实就是 他是有可能偷气的 即波兰 除非经波兰那条管 就完全不供 即是去到白俄罗斯 就停了 那就不会的 David Zhang又说 盧布升到七三 究竟谁去买 买来做什么呢 你问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知道答案 一定有人 买来做石油交易 这个肯定有 因为有其他地方会买 有其他地方现在是 用劳报交易是有折头的 即根据我的理解就是 买一船的俄罗斯天然气 或者一船的原油 你用劳报交易 它是给你很多折头 即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那你说 之后究竟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他在欧洲这个场景 你说一定要 开两个户口这样付钱 其实这件事情 我自己到现在都认为 是没什么用的 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都认为 最大影响它的汇价 就是外汇管制 其实现在 我的理解仍然是 就是一般俄罗斯人 现在是不可以 换外汇的 是 现在管制是没有停的 那些钱也不能出来 那你对顶起的汇率 是会有帮助的 但是 这个只不过是 官方的汇率 会不会还有黑市 市面上还有黑市 就是 据我的了解是有黑市 就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它是停不了这件事情的 那当然 就是 现在 波兰和保加利亚 他们当然 硬硬说自己都会顶住 波兰呢 他还说了一件事情 波兰呢 他就说 他的汇率 就可以 在 挪威那里 经船填过去 就可以减低对俄罗斯气的依赖 那行不行呢 其实 他们搞了十几年了 其实 波兰呢 他们经常都有个议题 就是说 怎样可以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 他们讨论过十几年了 其实 他们那一套 都搞不定 就是搞不定的 但是现在他们没有选择 现在他们是一定要做的 现在他们是一定要做的 因为 波兰是用了很多汇油的 有一半 就是从俄罗斯进来的 就是大概一半 波兰自己 他也有出天然气 但是当然不多 就是佔了他的容量 15%左右 因为他一年大概 就用200亿立方米 他自己就出300亿 就出30亿立方米 30亿立方米 他自己出 另外 60亿立方米 就是 液化的天然气 液化的天然气 就是 经波罗的海 它那个 就是 码头 就是进来的 当然 现在它还建了一个新的 接收更多一些 液态天然气 在哪里来呢? 就是 挪威和美国 那 就是 一半在俄罗斯里 你接着还有其他 在外边买 你要填一半 就很难 其实 还有另外一件事 他就在 挪威那里 建了一条管 就输去波兰 现在就是这样的 理论上 就是几个月之后 他就应该可以在 挪威那里买气 这样就 那应该就 完全不用再买 俄罗斯的气 现在波兰的做法就是这样 那 现在的问题就是 挪威和丹麦 他们肯不肯 提早供应 当然波兰方面 他就说 现在应该开得到 如果不行的话 就 顶住 顶住先 如果不行的话 就在德国进入 那些其实也是俄罗斯气 其实就是这样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还有 就是 纳陶宛和波兰 他们又有一条气管 他应该在5月5日的时候 就会开的 大家有气就可以分享 可以共享 波兰的声音大大 现在就说 没有影响 俄罗斯断工 断工一会儿 我们有存货 然后还可以 在德国拿 因为其实 现实就是 现在俄罗斯 他们断工 都是选择小国来玩而已 他也不敢跟德国说 我要断工德国 那样 大家都有个博弈在这里 那 ET就说 欧洲人是不是基因仇俄 不是的 就是 现在的现实就是 俄罗斯就是出兵去打烏克兰 这些国家 表示担忧是很正常的 是啊 是 你不会说 更好 打他打对 不会这样 是啊 他现在是有原因的 他不可以依赖俄罗斯 因为他觉得俄罗斯是信不过 因为一谈不碰 他就会打你 他是动手 他是动手 所以是没办法的 他就会打我